歡迎收看精靈天下 基本工資確定要調漲 是連續九年的上調 而在這一次的調幅是超過百分之四 雖然是超過了通膨 但民眾還是覺得很無感 因為根本追不上資產上漲的一個幅度 而另外樂師會最新的報告也提出說 在十年之內全球會出現第一位 這個資產是上兆元的富翁 那麼現在貧富差距可以說是越來越嚴重 到時候恐怕有高達四十八億人 會因此變得更窮 而在國內政府原本要實現居住正義 也蓋了很多的社會宅 但是對於抑制房價的漲幅 真的有效果嗎 現在也出現了一些社宅的亂象 包括有開千萬跑車的人 竟然是住在社宅 而另外來關注的是在美國的總統大選 高盛說如果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的話 對於美國的經濟是更加有利的 反倒認為說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這個GDP可能會掉百分之零點五 而現在是應該要去布局 賀錦麗概念股嗎 另外在高溫的部分 日本在今年夏天真的非常的熱 也引發了貓鼠大戰 也就是說在日本市內的遊樂園 這個三六歐的這個Hello Kitty 樂園竟然吸引非常多的人潮 反倒是在戶外這個迪士尼樂園 現在人潮反而因此變得比較少 而另外來看到這個高檔旅遊 在業者的部分推出了到紐約曼哈頓 去開箱豪宅 要價呢 竟然高達八十八萬臺幣 到底有多奢華呢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為您邀請到資深海外特派 龔邦華 大家好 財源專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林玉凱 大家晚安 資深分析師謝晨諺 肥也好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教廷好 這個基本工資呢 確定要調漲 已經連續漲九年了 在這一次這個調補也不錯 超過四趴 那為什麼很多人 還是覺得根本無感呢 沒錯 今年的通膨 預估大概在二點五到三Percent之間 所以如果我們從實質薪資來看 也就是把明目薪資的上漲 去剔除掉真實的通膨 看起來是正值 那就代表著 今年好不容易 實質薪資翻證了 可是我們也必須瞭解的一件事情 這個四點零八Percent 他講的是最低工資 就一般人 老實說 也不是這麼多人 都是領最低工資 所以如果你是領常態的薪資 中位數的話 也許漲幅並沒有特別的亮麗 這要觀察的第一個重點 為什麼 因為二三年 臺灣 臺北股市整體獲利情況 其實並沒有說特別好 那現在今年的薪資調漲 主要來自於去年 那雖然今年感覺業績都開始有所發力 可是那要到明年的調薪 才會有所發酵 所以我們真實觀察到 是從最低薪資 以及從最低時薪來看 這一波最低薪資 是從兩萬七千 七千四百七十元 上行到兩萬八千五百九十元 時薪的部分則是調漲了三點八Percent 從一百八十三元調漲到一百九十元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觀察到當時在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曾經在最低工資增幅有所遞還 主要是反映在二零二零年的情況 所以我們講說通膨雖然是落後反映 但他大概就落後反映一個季度左右 可是薪資他會反映一整個年度 所以我們必須瞭解 即便明年景氣有可能發生拐點 有可能明年景氣會有變化 但是明年幾乎薪資一定調升 為什麼 因為今年經濟股票市場 房市資產漲太多了 所以明年有持續推升的動力存在 好 那現在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那怎麼感覺好像也沒有說 自己的購買力變多強 對啊 這是最直接的體感溫度 原因就在於 第一 我們講的實質薪資的翻證才剛剛翻證 還沒有讓你的購買力 有那種顯著的提升 為什麼 因為已經產太久了 你已經習慣那個薪資被通膨吃掉的時代了 我們舉例來說 當時在一九年到二零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波非常明顯的薪資拉升 他主要來自於當時的供給性通膨 通膨一來之後 的確是各行各業都在缺工 所以薪資做了大筆調升 可是我們看到在二一一年 二二年 二三年 即便資產價格持續的上行 臺灣的景氣走向了過去幾十年來 相對亮麗的幾年 可是你看到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的綠色柱狀體 都在臨走以下 就是我們講的實質薪資的增長率 其實都是負值 對 為什麼呢 明明明目薪資 每年都還在創高啊 可是紅色線 實質薪資卻直接持平 就是因為在這段時間 過去三年通膨太快了 快到把過去幾年的 實質薪資的拉臺 薪資都吃掉了 那我們現在是怎麼樣 好不容易才露出一點點 才剛剛開始復甦而已 所以鐵桿溫度的增長 大概預估也可能要兩個季度 到三個季度 你才會發現薪資好像成長上來了 可是剛才也聊到嘛 這個薪資成長 也並不是所有的中位數 他更多反映的是在最低薪資 和最低工資身上 所以他更為直接反映的是什麼呢 是中小企業組的老闆 你可能還沒感覺到自己薪資 被調升 他已經由於法規的原因 發現自己的利潤被壓縮了 很多飲料店的老闆 這兩年已經缺工缺得不得了 很多便當店老闆 每天都在缺工 這個時候薪資還要有所調升 人力成本更高了 沒錯 所以他可能造成的第一個結果 可能不是大家體感溫度 覺得經濟變好 然後薪資變高 第一個產生的結果 是日子好像變得更難過了 感覺更缺工了 更缺料了 好 那第二個觀察的重點是什麼呢 來自於相對剝奪感 就是為什麼我們那個體感溫度 即便你也知道每年都在調升 已經調升好幾年了 對 還是沒有那種財富的躍升 主要就來自於資產價格上行的速度 大大的超越了勞動力 給予你薪資增長的速度 所以資產價格到底漲得有多快 沒錯 我舉例來說 你像勒斯匯的預估 就認為世界上第一位造元富翁 將在十年內誕生 現在全球富豪是誰 馬斯克 大概 總價大概是 應該講個人財富 兩千五百億左右 還是身家 身家 那我們講說 按照目前科技股的增長速度 已經不符合七二法車了 大概符合五二法車 什麼意思 以前是七年大概資產會翻一倍 現在大概五年就會翻一倍 所以兩千五百億 大概過了五年到二零二九年的時候 就已經來到五千億 到二零三四年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已經來到一兆了 所以如果他的資產增值 就符合他接下來 科技股的長期推延的話 那很有可能 他就會成為第一個兆元首富 那他彰顯什麼事情呢 彰顯的就是資產價格的上行 導致了很多人 其實他的工作能力 沒有多大提升 他也導致他的總資產上行速度 正在快速加快 我們舉例來說 如果從吉尼係數來看 根據國父報告一九九一年 當時臺灣的吉尼係數是零點三一 現在是零點三四 這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把前面百分之二十的個人 拿來跟最後百分之二十 總裁副的個人來進行對比 過去是接近五倍 現在已經來到六點一五倍了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 用家庭總裁副來做統計的話 你會發現在一九九一年 那總家庭大概最有錢的百分之二十 跟最窮的百分之二十 總財富大概相差十六倍 現在高達多少 六十六倍 他是翻倍再翻倍再翻倍 這就足以彰顯著 我們現在看到貧富差距的擴大 第一個就是對於通膨的感知能力 由於過去通膨上行速度過快 導致明目心知的上漲 幾乎沒有任何的感覺 那第二種效果是來自於資產 價格的上漲 不管是股票資產的上行 還是房地產資產的上行 我們看到張圖表是臺北股市 當時從零一年到現在 已經漲了接近有五倍 四千點漲到兩萬多點 然後新移房價指數也是一樣 漲幅大概都是四倍到五倍起跳 那換句話說 他就導致了這種 我們講的這種貧富 這種貧富差距 或者這種不對稱的心態 持續的發酵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最好的做法 第一個普通人就要嘛 就趕快參與資本市場的行列 你必須要瞭解到你要投資才能夠追上真實的貧富差距惡化的問題 那第二個呢 就是在薪資層面必須要實質的發力 不要覺得說你好像今年薪資多了一千塊 多了兩千塊 正在穩定增長 如果只多一千 多兩千 你其實最後還是被通膨吃掉而已 必須讓自己的薪資上行速度來得更快 好 不過我們要請教廷 其實樂事會這個預估也說 有四十八億人會因此變得更窮 這會不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導致整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 等於有錢人有更多的錢 去買更多的資產 所以他們會越來越有錢 那麼房價的一個高漲 窮人是越來越買不起 沒錯 其實你可以觀察到 在這一次的國富報告當中 就有特別提到 國人財富快速增長的關鍵 很多人以為可能是有價證券 買到了台積點 但是事實上過去二十年 具體回證的話 大部分還是依靠房地產 但是我們講說這叫紙上財富 為什麼 因為股票資產 你可以進行流動性的變現 但是房地產 你自助的漲了 你賣掉 你也沒有地方可以住 為什麼 因為現在房價都已經漲高了 所以我們才可以具體了解到 在新清安這波政策發酵以後 房價的持續上漲 你也看到這個國家部門 各大政府部門 都採取了相關性的政策 嘗試著讓本輪的上漲 更加均衡一點 嘗試著讓市場的房地產交易 能夠回歸正常常態化機制 我們舉例來說 最近金管會有配合著財政部和央行 也發表了聲明 認為不動場的放款資源 我們都很清楚 前陣子房地產市場 很明顯正在進行房貸收縮 這一波他已經很明顯表態了 必須優先提供給首購 無致用住宅者 以及以承諾貸款類這三種人 換句話說 已經承諾的 不管你是第幾戶 你已經對保的一定要撥款下去 第二種你是首購 或者你沒有自用住宅的 你都應該要優先辦理 那基本上就意味著央行財政部 金管會態度已經站在同一個陣線 就是首購族的政策是不會停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觀察到的跡象 就是最後央行 如果持續要進行緊縮格局 因為央行目前還在緊縮 他還在升息 他就不會往首購族的方向打 他會打哪裡呢 可能打第二戶 可能往土建籠的方向來做前進 那我們就要想啦 如果市場上真的 如果新清安這麼多人上車了 未來可能形成的違約風險 央行還敢這麼緊縮嗎 我認為他是有原因的 首先我們看臺灣房貸 整體佔總放款的比例來看 現在的規模 幾乎已經回到跟當時次貸規模一模一樣 說明什麼事情呢 就是現在在總貸款當中 房地產的炒作情況 佔總放貸的部位 差不多就回到接近零七年零八年 就是現在如果從不動產放款來看 其他部門的確也在借貸 可是不動產貸款特別高 就是大家借的錢 大多數都不是進行股票 職壓的信貸借款 或者說純信貸借款 買來 拿來買不動產 對 都是拿來買不動產的 他就會形成一個問題 就是零七年零八年的狀況 有可能會引起一定的風險 那你說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用力打 那不是又讓他泡沫破滅嗎 就好像當時一樣讓房價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 但事實上本輪特別的地方在於房地產的違約率特別低 就代表著現在雖然大家在買房 可是大家都還付得起 因為現在有寬限期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現在整體臺灣購置住宅貸款的違約率只有零點零七 可是零七年當時有一點六二 所以什麼意思呢 央行想要解決這個住宅貸款 在不動產的集中領域擴大 或者說不動產領域當中 佔比過大的問題 他想要打這件事情 我們基本上就用平均總價來看 就是通常他們買入之後 賣出的時候賺了多少錢 臺北市的部分 今年賣一戶是多少 就近賺三百六十二萬 一三年的時候 他才賺兩百四十一萬 也是賺了 但現在也賺太多 越賺越多 新北市從一百二十五萬 現在每一戶大概賺三百六十一萬 跟臺北市差不多 桃圍的部分賺三百二十五萬 最扯的是大新竹 大新竹的部分賺了八百一十萬 所以你可以瞭解到 一定要讓市場能夠轉手 獲利的金額有所抑制 才能夠盡量抑制市場炒作的氛圍 所以過去我們講的 不管是五年內的這個禁止轉約 或者說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降低流動性的相關政策 其實目的都是在盡量降低 藉由房市能夠短期致富的可能性 同時讓大家能夠上車 推行行情安 好 港鐵號帶我們看到是在房市的部分 當然在房市如果真的有出現炒作的情況 恐怕就是會加劇整個貧富差距的問題 當然在房市之外 大家也最關心的就是在股市的部分了 那麼今天是中秋節 那麼大家都很關心 每一年都會聽到 玉凱 是 中秋變盤說 但是是往上變還是往下變 這很重要 是 好 因為時間到這個節股點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這個 其實我說有時候投資很無聊 你是到什麼清明 端午 中秋 不然就春節 大家都擔心說是不是要變盤了 其實他就是一個節氣 那今天我們帶來一個實際的證據 告訴大家 其實不存在所謂中秋變盤 這件事情 沒有中秋變盤 沒有中秋變盤 大家不如就是在意一下 就是說自己中秋少吃一點烤肉 不要變胖 不要實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統計過去十年 二零二三年到二零一四年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是在中秋之前 歷年的表現是怎麼樣 有跌的 有漲的 漲跌互漸 對 漲跌互漸 大概上漲機率四成 好像還好 還好 如果我們再往後面 中秋過後就統計 後五天後十天後十五天 也就是一週兩週三週的部分 好像六成五成五成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參考價值 對 好 那我們再看他有沒有什麼 所謂變盤的關係 是不是說現在跌之後一定漲 或現在漲之後一定跌 好像有時候跌完又漲 有時候跌完又跌 然後就是沒有一個規律可許 對 所以其實光是這個表格 過去十年已經告訴我們說中秋變盤 這件事情不存在 但是我們能不能夠從中去找到一些規律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重點在哪個地方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號 前十天呢 跌了三點五五個百分點 可是後面的行情表現還不錯 都是漲的 然後二零一六年 中秋節前表現不錯 可是中秋節後呢 繼續不錯 也是續漲 對 那規律在什麼地方 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一六年 每次只要遇到所謂的大選之年 其實中秋過後表現往往都還不錯 這兩年的差別 就是他們有大選 他們有大選 對 那剛好現在又來到一個四年一次的 這樣的循環 所以我覺得說今年又在這個聯準會嘛 其實已經開啟降息循環 這個過程當中 對 我覺得第四季的行情 或許是值得期待 過完中秋節 大家還是在等美國聯準會到底會降多少 是的 然後接下來又有美國總統大選 是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今年也許中秋過後的行情 我們是比較可以偏向正面期待的 好 不過再請教育凱 那如果說這個行情的話 其實有漲有跌 那麼個股的部分的話 要怎麼去挑選呢 好 因為其實現在時間 已經進入到第三季的季目 我們可以開始把眼光放長一點 第四季以及明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 我們可以去佈局哪些標的 那我們今天帶來一個是比較大方向的一個選股邏輯 就是說呢 因為其實在七月八月 一路到九月 其實我們承受了很多這種行情震盪的這種畢業 對 那這時候我們來挑什麼 什麼叫抗震首選 二低一高股 什麼叫二低一高 左右半邊 我們應該把它分開來 左邊的二低一高呢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低本益比 低位階 以及高成長性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本益比要低一點 然後獲利你要有基本面 是的 對 好 那我們先從左邊看起 我們知道說低本益比 然後低位階高成長性 這就是基歐股嘛 是 好 那第一檔我們先來看巨祥 因為我們以周K的角度來看 確實好像現在位階並沒有很高 那巨祥他是做所謂金屬沖壓的 其他的產品很多元化 包含說什麼有瘦瘦針 我個人不需要的瘦瘦針 他有做 那現在也有跨入到AI的領域 然後呢 重點是什麼 高成長性 其實今年他的上半年呢 EPS二點五五元 歷史的高點大概是五塊 也就是說呢 今年應該會創歷史金剛沒有問題 今年預估全年度 EPS是在六塊錢 好 重點不是今年喔 因為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下半年了吧 我們開始要看明年跟後年 具象明年的EPS 目前法人估大概是九塊錢 所以已經展望到明年 二零二五年了 是的 展望到明年喔 那明年六塊跳九塊 等於是五十趴的成長 對 已經很驚人了 是 後年的展望也出來了 後年的話呢 其實EPS大概可以看到十四塊 其實我們光看到這幾個數據 這樣跳 六塊 再到九塊 再到十四塊 其實每個年度都是四成到五成 的一個高度成長率 對 那其實呢 如果說我們以具象 這樣的金屬創壓廠 本益比 我們給予至少可以十二倍 到十五倍來看的話 其實你說股價來到一百二 到一百五十元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合理的一個範圍 那現在來說 明顯的這個位階是有一些低估了 好 那第二檔 我們來看大家非常喜歡的鴻海 那確實鴻海去年沒有什麼漲到 去年廣達維創害漲的時候 也沒他的份 可是他明明 端很久 對 他明明就是伺服器裡面份額最高 那今年也跟著這個輝達的一個震盪 所以說股價稍有影響 從兩百三十四塊一路往下殺 可是殺到這邊 我覺得啦 一字頭的鴻海 已經是非常非常甜蜜的一個價格了 怎麼說呢 只要是一字頭的鴻海 都是甜甜價 都是甜甜價 好那邏輯在什麼地方呢 因為其實鴻海 我們知道上一次的法術 他有講到 大家擔心說 GP200是不是還有這個肉水的問題 沒有辦法改善 那其實鴻海方面 他是說第四季 可以做到小量出貨 明年第一季的出貨順暢 量產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也是因為稍有延宕 所以說鴻海在明年的EPS是從十四塊多 有稍微上調到十五塊 十五塊是明年鴻海的一個EPS 展望 好 那十五塊 我們說現在的鴻海 已經不是以前那種純代工鴻海 以前你只能給他十到十二倍的本益比 所以說他的股價 大概就是在一百 最多來到一百二這個極限 可是現在呢 現在鴻海不一樣了 十五塊 我們至少我覺得最低最低 應該他也應該要享受到 所謂十五倍的本益比 所以說兩百二十五元 這個是我認為鴻海比較合理的價格 很多人會覺得今年鴻海 其實漲蠻多 但如果從他的獲利本益比去看的話 他其實真的還好 其實真的還很低 對所以鴻海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來做一個比較中長線的留意 是 好 那右邊這兩檔呢 我們要用比較不同的角度下去看 因為惠特 我們說高高在上 你跟我講說 這個叫做低位階 你不要騙我 看不懂 其實這兩檔 我們要講的所謂是低的營收 低的EPS 但是同樣是高度成長性 因為以惠特跟高利來說 目前他已經公佈的營收跟半年報 其實你看不出太太漂亮的數據 尤其惠特他上半年還是虧錢 這個是後世看好的嗎 是後世看好的 惠特第一個 我們要看著他是他的這個成長 我們講虧轉營的題材 因為其實前陣子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萬潤 現在單子已經滿出來了 因為扣話子訂單 一直供不應求 其實今年翻倍 明年可能還要再翻倍 那滿出來怎麼辦 已經滿到給惠特來做接單了 那其實惠特其實現在產線也已經快滿了 今年今年怎麼辦 為什麼上半年還是這麼慘 因為其實營收跟整個獲利 還沒有貢獻進來 所以說有可能 我們在明年年初會看到就是說 營收數字以及獲利數字 大幅度的一個增長 現在數字還沒有看到 可是展望在未來 所以說好像位界已經很高 可是其實他還是具有高度成長性的一家公司 這大家可以來做一個留意 好 那高利的部分 算是有點稍微偏冷門 可是跟鴻海的狀況一樣 他今年的第四季 對於這個輝達伺服器 已經可以做到小量的一個出貨 明年第一季量產 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高利的EPS稍微比惠特好一點點 可是說好也對不起 他這個動輒三四百塊的一個股價 可是重點是什麼 從今年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這個也是高速的一個成長 所以接下來成長性 也會在今年第四季 已經明年的上半年看到 高利市場股票距離前高 還有相當大的流亂距離 現在這個未接近 力把握的話 還有四到五支漲停板的空間 大家可以留意 好 剛剛與臺 但我們看到 在過去大家都會說中秋變盤 說很擔心 在過了中秋節之後 整個盤勢會不會出現 比較震盪這樣的情況 但目前呢 其實已經到了下半年了 可以開始來展望 接下來這個業績 看好的一些個股 當然股市的一個變化 很重要的一個影響的因素 還包括了在今年十一月的 美國總統大選 我們要請教邦華 現在高盛就直接點名 他們是看好 如果賀錦麗當選的話 對美國的經濟比較有利 對 高盛是華爾街中的精英 對 這篇報告 我覺得也太直白了一點 就只是指說 如果川普當選會影響 影響GDP 會拖累經濟 然後賀錦麗當選的話 對經濟的表現 還會 或許會有成長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覺得 一般會以為 你看川普不是 對富人比較有利嗎 對不對 主張富人減稅 你會說華爾街這些人 應該要支持川普 結果不是 因為有兩項政策 是讓華爾街非常感冒的 因為第一個就是川普 喜歡打這個關稅戰 這是促成通膨一個主要的原因 另外川普又反移民 可是華爾街的人非常知道 移民對於美國整體經濟 有巨大的貢獻 是 對 所以他們覺得賀錦麗 勝選會比較有利 那我們知道民主黨是大政府 他多支出 然後他對於一些中小企業 他現在要提出一些租稅的減免 所以他們分析之後 他們就認為說 如果說是民主黨大獲全勝的話 平均每個月的人口 會比川普高出一到三萬人 這是他們所謂的分析 其實說穿了 就是華爾街支持賀錦麗 就是這樣 其實一直以來 他們都是比較挺民主黨 沒有錯 那賀錦麗當然知道 雖然說華爾街是這樣 可是跟一般鐵秀州的 這個選民的感受 就完全不是這樣子 所以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賀錦麗 漸漸推出一些 他的經濟方案 有關富人稅上面 他最近就提出來說 針對年收入一百萬美元以上的群體 要徵收百分之二十八的資本利得稅 你會覺得二十八很高嗎 沒有 因為拜登原本要三十九點六 所以二十八已經是還好了 因為現在是百分之二十 所以你可以看到賀錦麗 在這個方面 他沒有完全按照拜登 他有一個獨立性 他提出來是比較中間路線 所以接下來如果說川普說 他重複重複這個力道 我覺得就會比較少了 對 因為拜登的三十九點六 都將近四十趴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 他也蠻聰明的 是 然後他又提出說 要獎勵美國的創新者 比如說他把這個租稅減免 從五千塊美金提到五萬塊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他現在要釋出的在經濟上 所謂政策上的牛肉 漸漸提出來了 顯然他們知道在經濟上 他要說服選民 好 那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有幻想 為什麼 對外的話 在這個抗中的大旗幟之下 賀錦麗當然就是會延續川普的 延續拜登的 對 什麼政策 就是保護主義政策 對不對 這一點 其實拜登 與川普比較起來 好像有時候拜登更狠 不是嗎 是 對 所以日前就有一個議題 就是日本的製鐵他們要買美國鋼鐵廠 這個東西其實討論蠻久 在去年十二月的時候 傳出這個消息 可是賀錦麗是沒有表態 他最近就表態了 他說他不贊成 他是希望美國的企業 美國鋼鐵廠 還是應該由美國所擁有 他是擔心會影響到 他們的就業率嗎 因為其實他們是溢價去買 條件感覺還不錯 事實上如果不買的話 美國鋼鐵廠搞不好要關門了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在賓州 而且賓州的 這些工會很強 他為了 對 他為了要爭取一些 比較低階層的選票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這樣講 可是這個保護主義 我覺得一直會延續下去 為什麼 我們可以看 因為最近出現了所謂的 賀錦麗的概念股 非常有名的Jeffrey 我們知道這個很有名的 他們那個策略師的團隊 他們就分析哪些是賀錦麗的概念股 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是基於一些 其實就是保護主義的概念下的概念股 譬如說他希望原料 譬如說鋼鐵 木材 這個泥土等等 是用美國的 所以他認為工業股接下來 會是看好的 跟工類相關 然後他也希望有一些供應鏈 又是回到美國 因此他提出的概念股 還包括英特爾跟德儀 英特爾跟德儀 對 好 那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因為我們知道拜登 他最驕傲 就是他的晶片法案 是 那其中他對英特爾 他提了多少 將近兩百頁 就是這包括給他們的補貼 包括給他們的貸款 對 有這麼高的 就是要希望英特爾能夠重新 對不對 強大 所以從這點 我覺得臺灣真的不要對川普 或者賀錦麗有太多幻想 因為接下來 他們這種保護主義 我們作為這個 不管誰當選 他們都會繼續這樣的保護 對 對 所以供應鏈會 翠片化的下的結果 我們臺灣怎麼應 我覺得也是一個相關 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講到股價 川普最近的行情 真的不太好 是不是根據很多的一個民調 包括像是在搖擺州 其實賀錦麗感覺 聲勢都有上來 有 其實川普自己 他就擁有媒體科技公司 他自己有這個 所以我們的就叫川蓋股 結果最近他的表現非常不好 他一度還是有十八美元 你看這邊十六點 他崩到歷史新低 我們知道這個股價或者賭盤 就是展現你行情 那這個賭盤 顯然就顯示出他最近的行情不太好 為什麼呢 他在七月中旬 他有遇刺未遂的時候 你看他的賭盤一度上升到多少 將近七成 認為他會當選對不對 現在呢 這個勝率掉到四十八 哇 掉得好快 好多 所以他的股 他的這個自己公司的股價 也也跟著掉 是 不僅如此 你說母雞如果不夠強 會不會影響到小雞 會 當然會嘛 是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 還要選什麼眾議院 還要選參議院 現在呢 美國那個Politico 這個是非常喜歡爆料的雜誌 他就爆料說共和黨內呢 眾議院最大的這個超級行動委員會 他就說一直告訴那個Donuts 就是捐助者說我們錢不夠 錢不夠 要有再多三千五百萬 才能跟民主黨競爭 因為他們現在你要從這個競選廣告 上面的話 民主黨花的好多 在關鍵州有的州民主黨花的這個 他的競選廣告是共和黨的十倍之多 所以現在已經民主黨整個氣勢 跟之前拜登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花錢可以看得出來 尤其賀錦麗 賀錦麗投入選舉之後 到現在他募多少 五億四千多萬美元 臺幣一百七十二億 對啊 這是創下美國選舉活動史上的紀錄 刷新紀錄 那我們也看到了 川普正義也宣布了 他們在八月份募得了一點三億 可是我跟你說 這個一點三億跟他這個五點多 比起來真是有 沒辦法比 有一個很大的差距 所以呢 這個現在我們就是可以看到 從關鍵州他們花錢的氣勢來講 以及多少來講 我們就也可以看出來 有一個非就是 看覺到這個賀錦麗的盛勢在上漲 然後呢 川普的盛勢在下降 有一點此消彼長 對 此消彼長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 因為之前拜登要選的時候 大家都認為這個呢 參議院一定翻盤 對不對 現在看起來會不會翻盤 就是很難講 然後眾議院的選戰非常的激烈 所以有沒有錢 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關鍵 好 剛剛邦華 但我們看到是在沒選的一個部分 不過剛剛有特別提到 這個股價的部分 其實我們特別留意到這個股價呢 像是這個Halo Kitty的三粒歐 在公司的一個股價的部分 陳妍他們今年真的是飆漲得很驚人 九成以上 而現在是因為日本天氣 影響到他們的股價嗎 其實我們沒想到就是說氣溫 既然會影響到股價的變化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今年七月日本海外的遊客數量 是三百二十九萬創了歷史紀錄 那因為夏季的溫度上來以後 到了遊樂園 你會選戶外還是室內 室內 一定室內 如果你在室外 是不是還要撐一把傘 那怎麼玩呢 結果就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沒想到跟戶外有關的主題樂園 像東方樂園也好 或是富士極型諸事會設 這是富士極高原樂園 其實今年股價的跌幅都不小 兩層到三層 將近四層 就是游客減少 沒辦法 太熱 而且我問你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真的在相對 比較熱的這個氣溫下去玩 這些戶外的設施 有 那個手放上去 就燙傷 你排隊排個一兩分鐘摸頭皮 都是燙的 對啊 嚇死了 然後再玩完 變捲髮了 都燙髮了 那可是你看像室內的 像三立幼這些 股價非常驚人 因為真的游客就蜂擁往室內玩 而且又有冷氣 今年大概漲一倍 我覺得只要氣溫一直降下去 九成以上幾乎都翻倍了 股價基本上應該會一路向上 那保齡球館 電玩中心 醉翁之翼不再久 重點就是有的玩冷氣 你看股價也漲了五六成 當然我覺得高溫 對整個旅遊產業 會有很大的影響 我舉例 夏天 因為泰國一直是夏天 可是其實還是有分很熱跟不熱的時候 你知道泰國今年戶外活動 可減少五十五天 埃及也是很熱的地方 你騎駱駝 看金字塔等等 六十八天減少戶外活動 所以基本上現在大家開始往哪邊走 不去地中海 地中海很漂亮 可就是熱 減少多少 十趴耶 去那裡 去捷克 丹麥 保佳利亞 這種相當涼的地方 往東歐跑了 甚至我覺得到北歐 到冰島 對 哇塞 北海道 這個應該會非常受歡迎 當然在日本 我們講北海道 我們就來講日本 日本今年因為太熱了 你看小學 國中高中 現在他們有一個這個所謂的氣溫的問題 就是你不能有一些戶外活動的標準 因為大家會參加很多學校 社團活動 怕會有熱傷害 那就怕中暑 對 基本上他現在規定三十一度以上 原則上 他也不敢強制要求 可是原則上是禁止所有的運動 不管你要練習 還是正式的比賽 特別是小朋友 可是其實你不要覺得說三十度以下就OK 實際上有調查 三十度以下 如果你濕度高於六十度 也是很容易中暑 體感溫度也是很熱 這個很麻煩 那南韓也熱 所以他們現在 甚至晚上還超過三十度 晚上熱真的很 很不舒服 所以海水浴場蜂擁而入 那現在首爾一個小學 他說既然這樣暑假 我們把學校改成游泳池 你覺得怎麼樣 水上樂園如何 所以這個是超常改建 對 真的太熱了 真的太熱 你可以想像 那西班牙因為現在也太熱 三十幾度的高溫 他們做了一個什麼 那個那個滑雪場 滑雪場 一天就一千八百人滑雪 太涼 太舒服了 所以我覺得溫度真的產生很大的影響 所以現在暑假大家出遊都會慎選地方 太熱的都不太乾 沒錯 那但是高溫對某些地區來講也產生很大的問題 像四川崇敬 溫度太高 那你溫度高 你又沒有下雨 你沒辦法降溫 它是連續多天都在四十度以上 沒錯 那怎麼辦 四十度太熱 那他們就實施人工降雨 那實施人工降雨也產生一些問題 譬如說雨沒下 或是雨下了氣溫沒降 或是產生這種所謂的這種風災的效應 所以你知道 人工降雨 到底有沒有讓他們降溫 基本上你去想一下 如果你人工降雨的過程當中 時間很短 然後又引起了這個 他說風力你看最高達到十二級 其實反而更熱 而且我講人工降雨 除了沒辦法降溫之外 可能最嚴重的是什麼 這個是在二零二零年 也這個在福建寧德市 也是因為缺雨就人工降雨 結果沒想到把自己給淹了 你有看過這樣子的嗎 沒雨就算了 我本來是乾旱 結果人造雨沒有控制好 下一個淹掉了 直接自己把自己給淹掉 這次重新也是要降 人工降雨之後 結果變得很像刮大風 像颱風一樣 所以這個控制的問題 那現在大陸的這個氣溫的問題 也影響到了接下來 因為我們講中秋節 過去氣候比較涼爽 吃大雜蟹 吃秋蟹 沒錯 對不對 叫秋蟹嘛 結果沒想到現在 養殖大雜蟹的過程 死亡率既然翻了一倍 從本來百分之十以下 變成超過百分之二十 為什麼 因為水溫要在三十五度C 比較合適 可是今年都超過四十度 太熱了 所以今年 你如果真的要吃大雜蟹 可能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可能價格會比較貴 第一個價格比較貴 第二個是品質是不是相對有那麼好 就不曉得 因為溫度確實也會產生問題 再來包含了北方的乾旱 導致你看喔 驚嚇就出現暴雨 因為過去都乾旱嘛 誰會去想會下暴雨 結果一下暴雨 農田都淹沒了 所以蔬菜 黃 黃瓜啦 捲心菜啦 這些基本上都 這就就沒有收成 所以價格暴漲了四十趴 所以我覺得今年這種極端氣候所帶來的 不管是旅遊業的變化 或者是農產品的這個影響 我覺得還是持續在影響著 大家還是要特別小心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為了落實這個居住正義呢 這個政府也是蓋了一些社宅 但是對於抑制這個高房價 真的有效果嗎 現在甚至還衍生出了一些亂象 我們稍後來關心